好那么来 我们现在呢 回到今天的一周国际焦点 在我们现场的是 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讲座教授 苏宏达苏教授 苏教授早 风行早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早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今天呢是金珠年呢 我们最后一次跟苏老师来好好谈谈 国家大 国际大事 今天我们可能第一个要谈的是 真的是国际大事 就是气候变 气候这个变迁 那么各位如果想一想这一年 就是这个金珠年的这个回顾 其实很多都跟气候有关 比方说澳洲的大火 这个就 对这非常非常清楚 比方说像我现在周边很多朋友都 现在台湾人 其实冬天有一个旅行的选项 就是到日本去滑雪嘛 可是今年在滑雪之前 很多人都很担心 原来要去的雪场没有雪 那我们甚至也看到 日本几个雪场有起雪的仪式 就是说没有雪 要有他们有一个传统的 这个神道教的起雪仪式 就拜托老天下雪 对拜托老天下雪 那么也看到比方说像莫斯科 应该是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 竟然需要人造雪 所以今年北半球的冬天真的呢 对那所以就气候变迁 好像看起来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 就是说是一个 然后还想到这个瑞典女孩子 这个我忘了他这个 他叫做什么格斯 那这个小女孩 他从这个他发动了一个FFF的运动 叫Friday for Future 那么那现在呢全世界第一个 那气候的变迁 现在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议题 叫做气候难民 那什么叫做气候难民呢 那我们先讲一讲什么叫难民 难民呢 依据1951年的联合国难民公约 他就是说一个人因为非经济的原因 原则上是非经济的原因 那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政治原因 宗教原因 种族原因 或所属的特殊团体的原因 而没有办法在他原属的国家 获得合理的对待 因此他被迫要离开他的国家 到其他国家寻求庇护 这样的叫做这个难民 那难民在1951年呢 联合国制定难民公约以后呢 他就有一个法定的规定 而且他也规定就说 如果你这个国家有难民来的话 那你有义务要给他什么样的待遇 比方说你要给他基本的生活条件 基本的卫生 还有基本的教育 所以现在全世界呢 他的方法就是尽可能让难民根本进不来 因为一进来的话 他就有国际义务要照顾他们 对是因为是一个成本 那现在呢 那气候变迁跟难民 现在结合在一起叫气候难民 什么叫气候难民呢 就是说我离开我的国家 寻求到你这边来寻求庇护 原因不是1951年联合国难民公约所规定的这些事项 而是因为气候 为什么 因为我的国家因为气候的变迁 无法居住 那这个是一个新的东西 那这个议题呢 其实在过去大概不到十年 其实已经慢慢兴起了 就国际的学界 国际组织 谈难民的 谈气候变迁 谈环保的都在谈 不过都是比较是讨论 比较是这个谈论 新闻又报道 但是还没有一个官方 或者是正式的一个这样的例子出来 但是在前天 全世界第一个难民 气候难民的判决出来了 那我先讲一下 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是有一个国家叫吉里巴斯 吉里巴斯还是我们的邦交国 之前不是刚跟我们断交 断交 去年刚断交 去年刚断交 对对对 就是在所罗门 就是七个断交国之一 对对对对 之后就断交的 就是吉里巴斯 那它是位于 这个国际换日线的旁边 在太平洋的 在这个太平洋 太平洋的中间 那么吉里巴斯这个国家呢 它是很多岛屿组成 它的东西的岛屿的 这个幅度 大概有 大概有这个 几万 这个大概有一百万 方这个公里的 这个海域 它的岛很小 岛很小 陆地面积很小 但因为岛非常的多 而且很分散 所以它其实它的经济海域的面积 超级大 它就靠这个赚钱 而且它因为在幻日线上面 所以其实它有很特殊的 观星跟控制卫星的一个 绝佳的战略地位置 而且在这个通常千禧年啊 或者哪一年初的时候 大家都会跑到那边看第一道曙光嘛 那么那它这个岛呢 其实因为很多群岛 那它其实国家本身已经受到这个气候变迁的威胁 怎么说呢 就是说它比较小的附属岛屿 其实现在的居民都逃到了主要的岛屿上 就是它国家本身因为岛屿很多嘛 那它这个比较小的岛屿可能原来只有几十个人 那这些岛屿现在都被弃制了 为什么 因为它的海平面已经上来了 就是说那因此呢 它们几个大的岛呢 现在就有点不堪负荷 因为它岛本来也不大 那十一万人现在就集中住在一两个大的岛上 因此它的治安 它的卫生条件 它的居住环境就迅速的恶化 那么因此呢 很多人就跑到附近的纽西兰岛 纽西兰寻求 那么其中一个呢 对有些人那么多 羊那么多嘛 对 那纽西兰岛还是很大的岛 它是很大的岛 因此呢 就有一个人家 他叫Iona Taitota 他这个念的叫Taitota 这个是Taitota这个爸爸呢 就带着一家人 他就偷渡到了纽西兰 他偷渡到纽西兰以后呢 他就被逮捕了 逮捕他就寻求庇护 他就依照1951年的难民公约 但是这个难民公约里头 没有气候难民 因此他提出来的这个庇护呢 就被驳回 因此要遣返 遣返之后呢 他就向法院提出申诉 唐院提出申诉 那他从他三级都走了 从地方法院到高等法院 到最高法院 所以在纽西兰 对都被驳回了 都被驳回 驳回的原因就是说 你不符合1951年 联合国难民公约的规定 也就是说 这个难民公约里头 没有气象难民这回事 好那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 他继续往国际申诉 那这个就涉及到 国际上有一个公约 其实我们在 中华民国在这个 马英九总统的时候 签署了也批准了 叫做联合国 公民与政治权力公约 就所谓的两公约 当时一个公约 是公民与政治权利 一个是经济文化社会 金色文公约 那这两个公约呢 是1966年的时候 联合国签订的 当时我们也是签署国 但是因为后来 我们离开联合国 没有完成批准 后来在马英九总统的时候 完成了批准 而且完成批准以后 虽然联合国不受理 就是批准要存放嘛 联合国不让我们存放 那么我们呢 但是我们的立法院 就完成了所谓的内国法化 就这两个公约呢 是可以成为我们在国内 主张我们政治权利的依据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呢 然后这个法律呢 它其中有一个 有一个第一个议定书 第一个议定书是什么呢 第一个议定书就 开放个人 就个人对于政府提出诉讼 就说我个人 就说我个人可以对国家提出诉讼 但是他有一个前提是 这个国家本身接受 这个联合国公民与 政治权利公约的管辖权 管辖权 就说我接受这样的管辖权 如果我接受的话 那个人包括外国人呢 他都可以来控诉我 那这个很有趣是 那纽西兰当然是 有签署这个政治公民权利公约 但是不至所有西方国家都签署 比方在亚 美国就没有签署 美国就不会签署 然后在亚洲呢 这个欧洲都签署了 非洲一半的国家签署 中南美洲全部都签署 俄罗斯也签署了 在亚洲 东亚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韩国 一个菲律宾 日本都没有签署 但纽西兰签署 纽西兰签署以后呢 这个人就依据这个条约 就到联合国的 联合国的 他们叫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联合国有两个机构 名称很像 一个叫人权委员会 一个叫人权理事会 这个不太一样 人权委员会是属于 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 所设立的一个委员会 是专门针对这两公约 你受到违反两公约待遇的时候 你可以到这个人权委员会 控诉这个国家 所以他有一点点像是联合国的 人权国际法庭的味道 对还没有到人权法庭 因为他这个控诉呢 对国家来讲 他没有就是说国家 他没有强制性 应该说国家有 国家必须有回复的义务 OK 但是他并没有一个法律上的强制性 就你要告诉我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准法庭的概念 准法庭的概念 但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 就是说你今天违反了 我可以去控告你 所以这就是签公约的义务 对那所以我们现在其实 或许大家现在 我想我们应该回头去看这两公约 来保障我们自己在台湾的人权 我想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现在我们看 蛮有意思的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既然签署了这个公约 我们是联合国这个公约的一个 这个等于说实践国 那我们那两公约又已经内国法化 所以我们应该要 今天可能我想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去读一下两公约 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可能会用到 就是说你需要依据这个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希望不要 但是可能这个以后变得很重要 因为这是权利 然后他呢 这个基里巴斯的这一个 这个人呢 他就去 那判决前天出来了 这个判决很有趣 法律的判决我觉得非常有趣在这 其实他驳回了 他就说 那但是他驳回以后 却建立了气象难民的 气候难民的原则 他说什么呢 他说如果一个人 他因为他本国的气候变迁 而受到生存威胁的时候 他是可以成为难民 而你不可以遣满他 就是说他这个原则确立了 说气候难民是存在的 就是说如果你是因为气候的原因 你来申请难民身份 而依据1951年 1951年里头没有嘛 但是他现在等于补充了 1951年的联合国难民公约 就是说难民 气候难民是存在的 所以你不可以把他遣返 你要给予他难民的地位 所以他为什么驳回的原因 是因为这一位这个 Tateota Tateota 这位Tateota他们一家人呢 其实他还是可以在吉里巴斯生存的 所以我不认定你是气候难民 是因为吉里巴斯 还有两个大岛可以生存 但万一 万一有一天 那附近有任何的一个岛屿 因为海平面上升到 那个国家无法生存 比如说诺鲁 对不对 我记得好像是 那边好 我倒忘了 土阿鲁 都有可能会因为 海平面上升之后到 整个国家被淹没 这个时候 那附近的澳洲 纽西兰 你就不可以拒绝 气候难民了 对 他这一方面建立了 气候难民的定义 而且他适用 1951年的联合国难民公约 可是呢 他同时又拒绝了 这个人请求 就是说 你没有立即的危险 就是说 你的主张理由并不存在 这个是很多法 这个在国际法上 这个判例的一个 吊诡的地方 就是他当下 其实是否决了 这个人的请求 可是却同时 按照这个人的 申诉的逻辑 建立了一个惯例 这个是国际法上常见的 就是你讲的东西 没有 你要的东西其实没有 不过 你后面主张的这件事情 倒是因此而建立了一个惯例 那所以 所以呢 我们现在恐怕可以盘点一下 有哪些国家 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之内 因为气候变迁而成为 整个国家都成为气候难民 他必须要整个国家 对不对 不适于生存 他才可以形成这个国际难民 对 因为他这里头 就说这个联合国 联合国这个 这个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 第一条 这个他第一条 这个议定书里头 他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 你必须穷尽在国内 司法救济的 这个程序 就是说你必须在这个国家 国内都完成了 你才可以到这个国际上来 对 好 这个呢 是我们看到 这个历史性的判决 出现了气候难民 短期之内 也许我们看不到 可是我觉得 你我有生之年 应该都可以看得到 气候难民 因为按照现在 气候变迁的这种状况 去年最明显的 一个是亚马逊的大火 然后 加州的大火 对 然后澳洲的大火 然后更不要讲说 这个在北极圈 其实有很多地方 他有那些野火 他没有大树 但他那个草地有野火 然后呢 整个北极圈呢 熔冰的速度 其实呢 去年的夏天 也是全世界最快的 而今年 我们即将面对的 叫圣阴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传号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一周国际焦点 我们现场的是 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 讲座教授 苏永达苏教授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了 苏老师 这个 我们就要从澳洲大火开始 这一次澳洲的大火 逼得现任的澳洲总理 终于承认 气候变迁是真的 对 因为对澳洲来讲 其实在气候变迁 这个议题上 澳洲一直很尴尬 很尴尬的原因是因为 澳洲的经济 其实很靠矿产 那靠矿产的话 其实 其实就很多是污染的 污染的行业 所以澳洲在 过去十年 其实它两个党的 就是说 保守党跟这个 这个自由派系 一直有不一样的立场 保守党就比较 主张经济发展 因此对于 所谓的气候变迁的议题 是比较次要的 而且澳洲很大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大火 对整个澳洲都是一个震撼 因为那个大道就是说 它这个野火大道是可以吞没 这个烟雾可以吞没整个城市 这个是非常 就是说 就像现在这个 不止它烧了三个台湾大的面积 三个以上的台湾大面积 还有那个烟雾整个 那烟雾甚至于跑到南美洲 是 就是说这个是 就有点像我们想到 就是二十年前 东奈亚的这个离害 就是说这个森林大火产生的离害 那么这个对澳洲的 就是说澳洲未来的走向 其实影响很大 那么澳洲的未来走向 又对全世界有个示范的效应 因为一个这么依赖矿产 这么依赖这个能源 就是说能源输出的国家 它也不得不正视这个 污染或气候变迁的议题 这个我想对全世界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 到现在其实澳洲 它就是水深火热啊 这个大火完了之后呢 降大雨 大雨还没有结束呢 就已经下冰袍了 所以它的气候变迁的剧烈程度 不是我们想象中说 大家一起反正温度上升 而是你这个地方发生了 剧烈的天气变化的时候 它会在这个地方 立刻产生系统性的天气剧烈变化 是 所以这个 所以气候变迁看来 全世界现在都是严峻的挑战 对每一个国家都是 另外就是武汉的肺炎 是 现在还是在扩大当中 对武汉肺炎 有人啊 当然武汉肺炎这个 现在成因大家还不清楚啊 但是有人已经把这个议题 我看到分析就跟气候变迁连在一起 那这个是怎么连结呢 就是说 原来比较属于温带的国家 温带的区域 现在可能会出现亚热带的疾病 就是说 比方说 像我们在台湾 台湾我们有一句俗言就是 蚊子飞不过浊水溪 这个有一个概念 就蚊子 那现在可能飞得过了 其实所谓的蚊子飞不过 不是说蚊子飞不过 北部地区当然有蚊子 而是这个传染 传染 但是隔热的主要的蚊子 对 是不过浊水溪的 对 那所以就说 就说这个是 就说 我们台湾长期以来是这样嘛 灯隔热主要在中南部嘛 可是现在可能因为气候变迁 是整个台湾可能都成为 真隔热的疫区啊 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适用在全世界 就原来 我这个地方很冷 所以 基本上 它不会 它的疾病 可能比亚热带少 可是现在 因为气候的变迁 可能原来在亚热带的疾病 现在在温带也会有了 那这个对于 原来住在温带的人 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因为 不管它的身体的体质 或它的食物 它的文化 它的生活习惯 过去没有这样的一个考量 那现在 突然有这个考量的时候 可能在意识之间 也不容易适应 光是人来看的话 比如说像欧洲 欧洲过去其实 他们不会觉得要装冷气 对 现在全部都装了 对不对 因为觉得说 夏天没有那么的热 可是因为夏天现在太热了 如果说呢 在这个欧洲 尤其是稍微比较南部的南欧 甚至于法国 如果不装冷气的话 夏天热死人的 那个病例 非常多 像这样讲 就是说南欧大概就说 像这个意大利南部 这西班牙南部 他们因为本来就热 所以就说这个还好 但到现在像我 我举一个例子 汉堡大学 汉堡大学是在北边 可是汉堡大学 现在装冷气 那还有一个现象很有趣 汉堡大学装冷气 对对 因为太热了 太热 可是德国还蛮 纬度很高 现在就是变成说 因为夏天过去 他们讲说夏天过去 真的很热 大概两个礼拜 就最热 热到你像台湾这样 你没办法忍受 大概两个礼拜 所以那个很容易过去 但现在不是了 那现在不是 但他们讲 我去德国 他们讲还有一个原因 我说为什么现在都装冷气 他说第一个热 他第二个是华人多了 他说华人搬到哪里 一定会装冷气 他说所以呢 他说华人 就是现在华人移民全世界 就带来流行 带来就是说加拿大一次 我去温哥华 温哥华是很冷的地方 那他们就装冷气 他说因为华人多了 他华人来一定装冷气 这个很有趣 他们讲说 所以基本上 这个就两个原因 让这个装冷气的 北方国家去增多了 那到在南部的这些国家 或者地区 装暖气的比例也变高了 因为到了冬天会更冷 这就是气候变迁 我们必须要去调食的 就是冷的时候越冷 热的时候越热 然后呢 这个干旱的时间变长了 然后一下雨就容易成灾 就所谓的极端了 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气候 都变得极端和极中 比方下雨变得极中 我们人还容易适应 我们可以装冷气 装冷气 动物怎么办 动物怎么办 然后第三个 植物怎么办 农业怎么办 这才是我们人类很大的挑战 没错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俄罗斯总统普丁 哇 他这个非常夸张 他现在发动修宪公投 他发动修宪公投 他强调的是说 我不会再继续连任总统了 可是 接下来的修宪公投 把权力 集中给了 国会 集中给了 这个 未来的总理嘛 对不对 那是不是在为他的下台去 铺路啊 一般认为是 大概所有人都认为 绝对是普丁 因为普丁的任期到2024年 对他2018年当选的 然后6年嘛 到2024 他真有脸见 对 那我这样讲 就是说当习近平把这个 就是习近平修宪改为这个 没有任期限制的时候 有人就问普丁 普丁说我不会这样做 他就 他有一点嘲笑这个中国 就是说你看这真是没有制度的国家 然后那但是如果我们比较 中国大陆跟这个普丁统治下的俄罗斯 坦白说其实某个程度看 中国大陆反而比较有制度 虽然他的制度不是一个民主的制度 但他的制度还在 因为他是共产党 这种党国体系基本上是在的 那俄罗斯呢 我请教这个俄罗斯的专家 包括俄罗斯学者本身 他们都认为其实普丁所建立的 其实就是一人独裁制 就是啊 这更可怕 那所以呢 就是看他怎么玩 他要当总统就当总统 他要当总理就当总理 他现在都不当了 可能就当一个 他们叫做state council 这个head 就是他不知道 垂帘听政 对 那肯定是为他铺路 为他铺路 那么而且他的总理马上就辞职了 所以那显然是为他铺路 那这个就是其实是俄罗斯现在最大的风险 我们在评估 我们刚刚讲到气候的风险 那其实我们在评估很多国际事件 包括投资者要评估的是 其实政治风险是很重要 就是说政治风险包括内和外 外的话就是你跟邻国的关系 就是说你这个国家会不会跟邻国处不好 而导致动荡 那这个是一个 那内的话就是你的制度稳不稳定 也就是说你是因为投资都是大的投资都是十年二十年 这样的一个远见 那如果你今天你今天这个国家 让你感觉是随着一个人转 那尽管你身体看起来不错 对不对 普丁常常秀肌肉啊 秀这个健美男 那但是终究人是会走的 如果我们看历史上的教训 永远是这样 就最伟大的帝王身后是最难安排的 所以我们看到伟大的领导者走了以后 其实这个国家都陷入纷乱 那普丁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走向这个悲剧 那我想我在之前的 之前的这个节目也提到 就说我请教这个台湾的俄罗斯研究的学者 他们就讲说俄罗斯的管控现在越来越严 从前line可以通 现在不能通 前年line可以通 去年就不能通 前年facebook可以用 去年就不可以用 所以他整个管控也在趋延 然后那他这个现在又要做修宪 那很明显的就是他显然是要建立 给自己找一个位置 那能够继续的掌控 那么我请教这些俄罗斯的专家 他们甚至会担心就是说 普丁这样的一个 因为他执政今年20年 普丁这样的一个权力结构 就是10年 在10年以后 其实他也差不多老了 那也就是说他身后之后 俄罗斯会不会崩解 他们都会害怕 因为他说他基本上是 比方说有军方他直接操控 国营企业他直接操控 安全这个秘密警察他直接操控 经济他直接操控 那什么都直接操控 那只有他能够操控 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他 每一个人都是一小块的霸主 可是他是直接操控 而且他会玩这种不同的游戏 那他一旦不在了 并不是你今天当了他 当了俄罗斯总统 你就可以继承这整个操控体系 这个是在 一人独裁政权 不管你 你扛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一个名号的国家 常常会出现的一个状况 就是因为我掌握了所有的权力 而且任何有政治 企图野心的人都出不了头 对 都是乖乖派 每一个都对 就像老师讲的 每一个都是乖乖派 而且只能够在你自己的范围之内 能够掌控一定的权力 是 所以等到一旦我挂了 那这底下的各种的权力 彼此之间就会开始出现 明显的权力的争斗 竞争 甚至于倾压 是 更糟糕的那就是流血冲突 是 所以就是说 这样的情况到底 就是说 那很明显普丁修宪是绝对 因为他已经讲了嘛 他要把总统的权力缩减嘛 那这个概念就是我不当总统 那但是他会创造其他的职位 然后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 所以普丁现在可能会创造一个超级稳定的俄罗斯 但是这个超级稳定的俄罗斯最大的那一个阿基里事件 就是万一普丁有一天不在了 而且这个过程中对国际政治有一个危险 就是说当他内部在权力重新安排的时候 他不能示弱 他不能示弱 他甚至需要一些国际的紧张来支撑国内 压制国内的反对 那这个就是让我们害怕的地方 利用外在的灾难 然后来团结自己的内部 巩固自己的权力 那这是俄罗斯让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地方 另外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利比亚的情势 我想很多人因为财经起传号 就非得要关心利比亚 因为利比亚一个这个输油管的港口呢 今天凌晨呢关闭了 关闭了之后导致油价的上涨 那我想大家就开始要关心利比亚 怎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他一天可以生产180万桶的油 那么如何影响利比亚的内部情势又如何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传号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讲座教授 苏龙达苏教授 一所国际焦点 在我们现场的 这个也非常欢迎这个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利比亚到底怎么了 利比亚是这样 2011年这个英法在美国的支持下 发动了对利比亚的战争 然后等于说 这个消灭了格达费政权 之后利比亚其实就一直陷入不稳定 那么他这个不稳定 现在有两个大的势力 一个是在迪迪波里的所谓的合法政府 是受联合国支持 是受美国支持的 另外一个在东方 他们讲的是叛军 但是他们自己叫做解放军 就是说哈巴塔 他基本上已经 逼临到迪迪波里的附近 所以现在油管断掉了 那现在这两个势力就僵持不下 僵持不下 现在这国际就介入了 好像这个土耳其已经派军进入了这个 进入的这个 进入了利比亚 而且是帮助利比亚的政府 这样 那么之前呢 在莫斯科的时候 普丁曾经要 普丁联合这个尔端 这个土耳其的总统 在莫斯科做调停 那但是那个调停 最后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的 因为两边都是支持 比较支持这个合法政府 那但后来没有成功 就是那现在呢 是换成在柏林 就前天 他们在柏林开了一个会 那还没有 还没有达成协议 就把两方的这个领袖找来 然后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俄罗斯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埃及都出席了 那这个 那这个里头 现在 其实就 这个后面 其实有西方很大的算计 那为什么呢 就是我先讲欧洲 因为 利比亚在长期 在二十世纪 大概有半个世纪时间 它是意大利的这个殖民地 它是被意大利控制 北非 对 所以就说 利比亚在北非的中间 那利比亚的左边 以西呢 是法属的非洲 那以东呢 是英属的中东 就包括埃及 苏丹 还有中东 那利比亚就介于这两个之间呢 就是属于意大利 所以传统上 这个意大利在这个利比亚 是很有很巨大的利益 那现在就产生个问题 就 法国呢 是基本上是支持这个叛军的 利比亚是支持这个政府的 那所以 那欧盟就本身就 没有办法团结一致嘛 那所以 这个就 那为什么就是各有利益 就是双方背后 各有西方的军事介入 对 所以让他们的 还有石油的利益 然后让他们的军事对抗 变得更加的激烈 对 而且无解 是 然后任何国际调停 都是不可能的 对 现在就是要调停 那调停的时候呢 各方的立场 目前看起来也不一致 那 原则上 比方说 土耳其就认为 土耳其认为 最重要的是要支持合法政府 因为这是受联合国承认的 那这个理由 也蛮占得住的 就是说 这是一个联合国承认政府 那你怎么会去支持叛军呢 他说欧盟应该要展现 他一个正当性 但是呢 这个 这个法国就讲 他和平最重要了 这我们要和平解决 千万不要有军事介入 那就是基本上 打脸这个二段嘛 因为你派军队去了 所以 这个现在怎么解决 看起来 坦白讲 也不知道 因为 那美国的立场是 不太想介入 那美国现在 美国蓬贝奥他就讲 他这个是个问题 很复杂 我们要 我们要多方 要考虑多方的立场 那这个话就讲的 其实不硬嘛 就美国要强力介入 一定可以介入 可是美国就明显的 不想强力介入 所以现在 在柏林开会 那所以利比亚 所以这样 就算欧洲想要开个会 但是利比亚的情势 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那我们可以预期的到 未来 在地中海又会出现难民了吗 现在其实反而是 这个考虑 可能逼得欧洲人 不得不去面对 就如果再出现难民的话 因为利比亚跟欧洲 就只差一个地中海而已 而且首当其中 现在不是土耳其咯 以他的地理位置来讲 他在南边 是 意大利和马尔他 对 他最主要是意大利 不过是这样 就是说很多从意大利 逃往这个欧洲 马尔他跟 从利比亚逃往这个 意大利和马尔他的难民 其实他们本身不是利比亚人 他们是从索马利亚 从这个 从这个 更南边的非洲 东边的非洲呢 一路走走 就是说一路 一直到这个利比亚 再从海岸 偷渡到这个 偷渡到这个 因为 大家如果看 就是利比亚的人种 其实是比较阿拉伯 跟非洲的混血 还有当初的 当地的原住民 贝贝 他不是 像我们看到的是 撒哈拉以南的纯非洲 可是 偷渡到欧洲的非洲人 比较是纯非洲人 并不是 阿拉伯人 这个是有一点差距的 好 接下来就是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他在2020年的第一次的对外访问 就访问了缅甸 是 而且 这是少数习近平在对外访问的时候 他单单访问一个国家而已 是 过去因为他 他大国嘛 行程都很慢 一定都会去好多个国家 可是这次只有去缅甸 所以在缅甸 跟缅甸翁山苏姬握手啦 然后呢 谭笑风声 牵连和声明 这里面当然牵扯到了台湾 可是光是他访问缅甸的本身意义都很大 对 我先讲到涉及台湾这一部分 那因为缅甸所谓承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嘛 然后在这个一个中国原则里头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可分分 那中文和英文版本就有差嘛 那 我的 光是中文版本就已经够严重了 对 但是我从这里头看 我想我们在台湾看这个大陆的这个 许多在外面 在国际上的行走 跟我们有关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有细致的去看 为什么呢 其实缅甸这样的一个回应 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其实就一个东亚的国家来讲 并不是不寻常 那而且他只是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没有讲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但中文版本里头 大陆就把它翻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那是大陆的一个宣誓 对 那这个就是向来大陆 向来大陆所操纵的 因为 老师我跟你说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也好 或者是对外的这个宣传也好 其实用到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这是我20多年来警戒的 现在是这样 其实就这个议题区国际上有很多研究了 有很多统计 有的用认知 有的说我注意到 take note of 有的说我了解 understand 这个其实有一个统计 但是这个其实就 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关系 或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来讲 其实大陆要尽全力的封杀 也有它的极限 就讲这个缅甸 缅甸这么依赖大陆的一个国家 但他也没有接受就是把它变成在英文里头 变成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不过这个东西 我是说 我是说中国的表态本身是两岸关系很重要的变化的一个起点 但是中缅关系倒是非常的有意思 是 那中缅关系就涉及到大陆在一带一路里头 有所谓的六个经济走廊 这个叫我们一般叫China economic corridor 就China和谁的economic corridor 那有三个都是跟俄罗斯有关 在俄罗斯就是等于说欧亚的北中南三路 那这个我想比较大 其实它也比较困难 因为它经过的国家才太多了 但它有三个是跟我们比较相近的 一个是到印尼 是经过中南半岛 一个就是到缅甸 一个就是到巴基斯坦 那现在比较就比较有进展的 其实是巴基斯坦这一块 就是CPAC 就从这个克什格尔 一直到这个一直到这个巴基斯坦最南部 那这个因为是巴基斯坦权力支持 而且大陆投资了非常大的这个金钱 也非常积极在做 有公路有油管等等等等 那而且巴基斯坦内部 其实很有趣的是 内部的反应不易 有有我国际媒体常报道 就是负面的 就是说什么人民反抗 但是如果大家仔细去看 因为巴基斯坦本身这个网站是英文的 所以如果去看 其实巴基斯坦内部是意见是不一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利益 巴基斯坦是个穷的国家 它巨大利益 因此这个路线所经过的各邦 其实都想利用这个机会 博取自己这个邦的利益 那当然 所以那个邦其实都动起来了 因为中央政府从来没有这么重视我们 不过这一次去缅甸的话 可能对于缅甸来说呢 其实就是一个 这个 而且对中国大陆来说 恐怕就在缅甸的一带一路的相关方案 很重要的一个发展了 时间的关系 大家谢谢苏文达苏教授 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